请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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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庸 朕派他到浙江任前堂之灶 浙江官方简朴 他去了以后非要金衣秀服 弄得人们都跟他学 皇上 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 传真的执意 让刘庸再降官两级 到金华去当个支县 渣渣 谢皇上 爱妃 走 将刘庸为七品改任金华支县 谢主龙恩 召学军瑶至宴台 好 好 面瓶去幼又持威 千古绝唱 是坑佳品 您 应难得 别出城泥 同坐陪 妙绝妙 真是千古绝唱 皇上 如此加剧 顶去留下莫保 否则千古憨事 好 好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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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立求尽 好 好 非典封谷 千无故人 太好了 看皇上的莫保 难得的佳绩 妙 千无故人 真迹 皇上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永玻璃的佳作 对 众臣无物称妙 为刘庸他 刘庸说什么了 刘庸说皇上虽然作诗欲望 但是佳作不多 刘庸他真这么说了吗 臣亲耳作文 当时在场的还有 刘庸说这话的时候 臣也在一边听着 刘庸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任金华之县 还我的旨 刘庸他狂备无礼再降两级 刘庸 现任金华之县刘庸再降两级 钦此 谢主隆恩 皇上 文治武功 秦妻书画无意不经 乃天下罕见 皇上 有句话一直遇在奴才兄中多年 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说吧 皇上 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汉林天子 汉林天子 太确切不过了 昔日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 却无汉林之风 皇上既有帝王武略 又有汉林风骚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皇上 天子才气 那可谓 法爱卿 你说点别的吧 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 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 皇上 皇上 您这是何谷 皇上 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 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庸 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 好想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回皇上 叫刘三本 对 刘三本 没错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 对 何爱卿 皇上 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月十四 五月十四 刘庸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去年的八月二十三 对 记得是去年的中秋 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 利浦芋头 哪叫什么利浦芋头 那是消人鼠粮一种染料 对 推不是东西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两级 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十个月 朕一连贬了他八级 十个月 一个女人坏个娃娃的时间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怎么说是个男孩 儿子 儿子 一点没错 夫人你快进去看看吧 小茶壶的嘴儿还吃着呢 开城门了 这是干吗呢 爱莹来 监假请 田哥 非常渐少 父 Evans 我的骂子 应该有准备 牛夜 年鍾薯 上去 还炒 吴 ago 混 baru 你什么 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 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 等着迎接他们 汪提督 就是那个严犯的 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启兵老爷 按大清惯例 只要是个官 您老就得一帽接送了 知道了 老爷 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手背的 知道了 你站班儿去吧 汪某人 你八蛋 汪提督到 大人来了 蜀见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参见提督大人 都挤来吧 谢大人 你认识我吗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站起来迎接你 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 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 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关下跪吗 是 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关下跪 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 你下跪不下跪 那是自然 我汪某能有今天 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王岐都汪大人 你看看 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蒲团 还而已 你 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 再瞧瞧 这个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 御赐的坐垫 赐给刘某人 赶快下马参拜 跪下马参拜 跪下磕头 三桂酒叩大礼 你 老爷 生了 谁生了 生了 儿子 我有儿子了 对 我有儿子了 我有儿子了 儿子 我儿子怎么了 皇帝是我老子 我乐意 你占什么便宜 你孙子 孙子 来 我上马 是 乖 乖 不闹 来 来 抱抱 让爹抱抱 抱抱 小鼻子皱着 老爷 别这样抱 当心窝了孩子的脊梁骨 那我不抱了 给你 给你 不抱了 你两妈不让我抱 我真没事 怕我给抱成个小锅锅了 我说张成啊 张成 张成 张成买米去了 家里还有几只鸡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 小夫人产后呢 杀了两只 现在只剩三只了 那就再杀一只 让小夫人补补身子 快抱礼物去吧 别着凉了 那我去了 就剩两只鸡了 老爷 我想起来了 又有几个来求莫保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老爷您看 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 有季侍郎要的扇印 有季侍郎要的提词 还有吴白华不是狼 这些个人 我刘勇已经被贬到京华 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 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没收 没敢收 老爷 若论您的字画 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 这话不过分 身居高位十载 门生顾立四海皆是 只要您略意辉豪 现在当了个城门官 凤银微薄还如此清高 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点婆不成 买字的事休要再提 老爷 浙江巡府信使求见 叫他进来 请吧 来 本省巡府孙大人派小的我 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是 是不是要资 正是 他还要小人带来十两银子 是 你就说刘庸说了 他身为城门官 官虽小了点 但吃的是皇上的凤露 绝不以卖自画为生 宋客 大臣 大臣您走吧 夫人 鸡我给摘好了 顿上了 再去买两只回来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怎么了 夫人 剩下的八百小钱 刚刚给了张成六百 拿去买米去了 三天前不是刚买过米 怎么又买米 我说老爷 你真是不当家不值柴米贵 你一个月月凤才几两 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 又加上两个家丁 四个教夫的 还有 不说 不说 不说了 老爷 又有人求见 不见 请问这是刘诗安先生府上吗 不错 我就是刘庸 我们家主人叫我 重来书信一封 让我亲手交给你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求先生墨宝一付 您看信便知道了 我胸无点墨 哪来什么墨宝啊 先生过谦 我们家主人说 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 您就收下吧 你怎么回来了 米买到了吗 米没买回来 呕一肚子气 皇上不是有纸 朕卖官米吗 皇上是皇上 皇上有纸开仓放粮 官架上三百钱一斗 是 到县衙差役 你愣管我要四百钱一斗 我跟他们说说礼吧 差点没打起来 我这不就回来了 岂有此理 刘先生 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 也好买几斗米 滚吧 你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 滚吧 滚 滚 滚 是郑瀉 夫人 夫人 你快来看是郑瀉 郑板桥 对 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 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郑板桥 不是江苏兴画人吗 是啊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我说夫人哪 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节 我敢说 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染 不信你看看 过不其然吧 先生 书董 信送到了吗 信是送到了 银子收下了 别提银子的事了 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这是为何呢 我一拿出银子 他就把我赶出来了 这个人真是乖 听说他老婆生孩子 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 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他没看我的信吗 他睁眼瞧都没瞧 扔掉了 真是个怪脾气 怪不得当今皇上 说他是个怪脾气 开城门了 开城门了 将我来我就来 金财宝 你不要滚进来 黑黄黄 地黄黄 老爷吃肉我喝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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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知了 老爷饶命 饶命 把鸡放了吧 放了 老爷饶命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小人是严城人 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 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 拿来 好 我看看 是他 没错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同知了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老爷也是江苏人 新华人 老爷 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这点银子给你 你拿去 可聊坐五米之炊 大老爷您这是恩人 大恩人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敢再偷了 你不去 把你送关 不 我去 马上去 胡胜 马上去 胡胜 奴他在 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者 有七八天了吧 不 十七八日没有奏者了 刘庸走了多少日子了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 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张头 我说张头 你这火是用的尸柴怎么的 你别枪着孩子了 老爷 老爷 真是越可越吃盐 鸡又少了一只 再去找找 那鸡脚咖喱我都找遍了 没有啊 少了哪只啊 就那只卢花鸡没有了 来跟我研磨 哎 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了 来, 喝点脚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 雨若卢花, 爪若黄杏 此鸡乃夫人下乃之用 请食道者肃还本宅不胜谢意 留拥气 快把那只卢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老爷, 这个你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这你刚才这又 去去去去 好好好 别动, 要不带歪了 老爷, 您可真有两下子 这稿是这么一贴 这芦花鸡人你给送回来了 怎么呀 我说的是吧 这鸡不是贼偷的 贼就不单单偷鸡 对 对 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 可那黑鸡又没了 是吗 这叫怪 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 我再写一张 好嘞 我弹个碑 别动 你看看, 我还能真弹他嘛 就是玩嘛 老爷 看个碑 老爷 干了 那告示不一而非了 那你不能私下里找一找 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 我都找遍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再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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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人家天心一张告示 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 你看看傻了不是 那个敢去告示的人 肯定就是偷鸡贼 要哭 个颜色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树上 我去吧 爹地 您看 写的怎么样 大有掌劲 简直可以乱真了 怎么得子这一点你没点上 就是这一点 点来点去点不好 好 歹爹爹替你点上 先生 先生 您咬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好 我瞧瞧 本宅今又失落下站黑母鸡一只 黑嘴黑爪 雨若黑断 定后面尚有硬壳代产鸡卵一枚 使道者速还本斋 不胜谢意 好好保存起来 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 待会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 就没你事了 好 去吧 好 有人吗 有人 来淘碗水喝 收进来 来 来 您到外面等候吧 坐 茶 单得糊涂 我还真有点不明白 堂堂的正板桥 这字怎么多了几分之分之七呀 客官有何见交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 是吧 请坐 看茶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 乃板桥先生所说 请上座 泡好茶 请坐 请上座 我现在可猜出来了 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我也猜出来 可管是谁了 那你我各写一对 看咱们谁猜得准 好 请吧 那我先来 坐 请坐 请上座 茶 茶 泡茶 泡好茶 好 正家客分三等 你看 锅 背锅 背黑锅 人 正人 正值人 当朝守门一向 当朝守门一向 相国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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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皇上只一十声抖 他们又四改官抖 一抖只有七声 我实在看不下去 说了几句 被那牙医一扁的打在腿上 请先把腿打折了 岂有此理 好 好了 有刘相公做主 你就别说了 板桥先生 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 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 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 我告辞了 相国 慢走 刘相国 你走错了 没错 大门在那边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 老母鸡 老母鸡 板桥先生 板桥先生 就是这只鸡 就是这只 还热乎的 板桥先生 你看 正像我告示上所说 定后还有代产鸡卵一枚 胡摄 奴才在 你快马下旨 撤了刘庸的公部大员 改派人去督造海堤 刘庸的官位降为五品 对了 收回那两万两银子 派刘庸任前堂制造 刘庸 烟翠 把门锁上 您不早了 上路了 对 走走走 抬起来 都抬起来 上路了 上路了 走走走 走走走 走 放一放 刘庸 刘庸接旨 陈刘庸接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原放公部浙江前堂巡查 三品鼎带 现改任前堂制造 将为五品 修造海堤的银两 约两万 占由户部收回 亲此 谢万岁 万岁万万岁 刘大人 这银车 得跟我回去了 江城 有 告诉教父头 带上几个人 把银子给送公里去 是嘞 还不快走 皇上朝令夕改 未出京城 就连降了三级 再耽搁下去 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 刘安 背轿子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 没人抬降 这绿泥大轿 五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张城 张城去宫里送银子了 你没听见哪 刘安 把那个蓝泥子轿衣拿出来 夫人 蓝脚衣太小 这绿轿子身量也太大 它套不上啊 刘安过来 夫人你先拿着 去找两张八仙桌子 让他们四条腿 倒扣着 腿对腿 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对 走 好 哪儿去 那边 拿轿衣去 这儿 把桌子抬这儿 那个 抬过来 抬过来 拿过来 到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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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衣搭上去 叫顶子 叫顶子 棍子我扔这儿了 来来来 一人一根棍 看着啊 一人一根棍 绑在上面用绳 看到没有 这轿子不就成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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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老爷 昨儿个夜里一宿 你也没上我屋里来 今儿这身打扮 怎么这么寒酸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匪浅 皇上对我的柬埔作风大为赞赏 回省后 我搬出诸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 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柬埔作风 观察风气大为好转 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 你这一身打扮啊 上行员官厅装装样子还行 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不然有所不知 前日皇上来了指 前堂海地都照一指 改为省内不缺 这个消息传出以后 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捕这个缺 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 本官居家一事 也要谨慎才是 禀大人 您拨汪延商拜见大人 规逼 请 您 不是巡抚大人吧 你找哪个大人呢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你走错门了吧 没错 就是这儿 你拜见巡抚大人 怎么不下位 真没看出来 真没看出来 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 宁波汪有才 叩见巡抚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坐下 你叫什么来的 我叫汪有才 你就是花了两千两银子捐得那个三瓶顶带 对 对 对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我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 你到此有何贵干 大人 非知听说 皇上将都造海棠一事 交给省厅补 卑之我想 卑之我想 人呢 李莫伺候 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大人 别 大人 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这有什么难的 不是 我说这字我不知道怎么写 送客 不 大人送不敢当 不敢当 不敢当 夫人 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 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 你抽空了 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 那套旧官府给我找出来 老爷 咱们刚到杭州 这一路封尘劳顿的 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好 张超 老爷 外边怎么了 如此嘈杂 再过三天 元期已到 本省府 周 建大人都要禀告 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 住下了不下一百人 各地的这些官员 您说见上一面 总得聊一会儿吧 张建成李杰短 仨和尚齐个言 这么一说 您瞧 弄得乱七八糟的 耽误您休息了 好 大人 看看是谁 张成 大人 您有何贵干 请问 您有旧官府吗 旧官府 越旧越好 越破越好 你要旧官府干什么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 您当初坐的时候 花多少两银子 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这是个疯子 赶快走吧 大人 我说的是真话 拿出来看看 越破越好 滚滚滚 滚滚 别见 大人 这人都怎么了 你拜见巡抚大人 穿的就是这身形头 是啊 你自己看看吧 看什么 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 足有半个时辰 就是 万公有所不知 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 去见皇上 得到皇上的赏识 回省以后 浙江官厅风气大变 官厅子上每天出入一二百官员 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 补丁落补丁 就像一群叫花子 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 花团紧簇 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有这样的事情 这位巡抚大人 面子上虽然清脸 一副道学的面孔 瞒得过别人 可瞒不过我 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 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 银子都是小号经手 他存在小号里足有五十万 万公有的是元宝 何不拨出两万 小号替您去打点 有的太多了吧 现在官场孝敬 大行大事都是如此 两万不算多 再有 下次去 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银子可以依你 可是这破旧官服 一时去哪找 古衣店 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 古衣铺的衣服 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事到如今 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 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 那走吧 快走 快走 夫人 新妻的 什么茶 茉莉花茶 小夫人 张成 看看谁敲门呢 是 有点事 有点事 夫人 您有旧官服吗 又来一个 越旧越值钱 夫人 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严翠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 给他拿出来 是 是 瞧什么呢 夫人 是这件吧 对 就这件 夫人 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四十两 给您四十两 不行 五十两 少了五十两不卖 五十两 对 少了五十两不卖 少了五十两不卖 给您五十两 我瞧瞧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收起来 夫人 您瞧瞧 夫人 您点一点吧 可做的 别便宜 这件事 这个 Jen 治一定不卖 ICE 喜未就 rating 干什么 还要不要 要啊 你还有吗 好几十呢 好几十呢 要多少钱呢 这数 十两 几品的 没品 就这个 就这个 你留着 孝敬你爸爸去 夫人 我怎么听着长城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 叨叨叨叨叨叨 没完没了 老爷 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破旧官服还卖钱 五十两 整整五十两银子 看看吧 五十两银子卖破官服 就是 哎呀 这下好了 咱们呢 也不用再去找住地了 这些银子 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五十两银子 买一件破官服 我 立志之坏 由于操守不连 操守不连 由于奢侈无度 本巡服以连结率居 切记一时奢华 九时争主 事须 本省官员必以连结为本 不得有违 此步 这将巡服服 同年 怎么样 看您印堂发光 满面喜色 放缺了 放缺了 巡服大人见我这身打扮 细形于色 绕到惠败荧出上任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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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 巡服大人见了 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借您的急眼 那我进去了 请 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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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數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你们出多少两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五十两 我出六十两 我出七十 我出八十 我给你九十行不行 我要一百五 一百五 别走 一百五 好 这是我的银子 一百五 你看看 你去买他的 買他 我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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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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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快點 快點 我來呀 我來呀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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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诸位 对不起 没有了 掌位 还有旧长袍没有 旧的 都在这儿 您抄一下吧 老爷 给您气好了 搁这儿吧 不开啊 不开门 宁波旺某求见 是谁 宁波旺某 宁波旺某 开开门 看看是个什么鸟 别笑了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直到姓刘 大人为官清廉 是文明海内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幽 汪某挤进京城 街头巷尾 都在传送大人为官清廉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不 杭州城里都在传送 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得得得得得得得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您如此清廉 一定有旧官福吧 再说大人的父亲 也是全国文明的清官 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 您是否 您是否 是否什么 是否卖给我一套 为什么 听说 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 卖了五十两银子 我愿花一百两 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 大人有所不知 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 对酷爱打扮 注重衣室的人是济恶如仇 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 被他逐出门来 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 就不能去见他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实话告诉您吧 这就是面子的事儿 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 收受贿赂 小叔子尖嫂子公共爬灰 是无所不能 走 大人 大人 我求求您卖给我一套 我验出一百两 二百两 五百两总行了吧 大人 我求求您卖给我一套 我说张成 把这个疯子轰出去 大人 你卖给我一套 我让你缠了我的红细养 这帮房子 回夫人 奴才用了五百两银子 收旧官符二十一件 出手三千 净赚两千五百两 夫人 奴才收了十五套旧官符 全部卖出 净赚银子两千两 老爷呀 派出去五个人 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 有信了吗 回夫人 三天之内 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汪公 我这 你的两万 我替你打了四张银票 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 昨天已然递上去了 谢天谢地 全都赏收了 今儿个 你到官丁上去拜会 不会再有问题了 好 钱的事都解决了 可是这旧官符上哪去弄 是什么 汪公 你赶快脱衣服 快脱 脱衣服 快脱 快脱 伙家 你呀 把他的衣服穿上 让你打滚 干什么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这 我给你五两银子 还给钱 来 刘大人 滚 对 滚 蹭 对 对 滚 绣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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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凶 蹭啊 对 滚 滚过来 滚过去 滚过去 滚 滚过来 滚过来啊 滚过去 滚过去 滚 滚 蹭 蹭 时间蹭 蹭啊 滚 滚 对 后背 后背 蹭 蹭啊 蹭啊 对 好 好 好 对 对 时间蹭 张成 看见没有 咱爷们看傻猴不划银子 对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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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清楚楚楚楚楚rig including 好了 起来吧 你怎么起来吧 来 这个几个给你啊 拿的 谢呢 走吧 谢 走吧 走吧 好 走啊 怎么 竟然滚 Rem 24 好 身体 我这肠肤偷胯得抢 再抢 咱都拿它呆 た Cotton 郭婷 躺 看 每次你收 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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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你自己 uncovered 你最近了 我找武人 ある 你又要求到美 离玩 Hawk 兄弟 我看你也瘋了 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 这简朴而至乃是人身之美德 一天到晚这样就吃的这样就穿的 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 不瞒各位老兄 我头上戴着这顶帽子 足足戴了有近三十年 当然了 对本官的为人 起先也有不知道的 不知者不怪罪 就说这位汪老兄吧 人俗无过 改了就行了 你们看他 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朴素 是真不容易 是得像他学 像他学 像你学习 这位汪延商可真够清廉的 难得 刘大人你这边请 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 这个 按我们南方的说法 我这张脸是大众脸 所以您看我有点面熟 我告诉你 我这眼看人没错 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 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 对不对 大人 什么新官服 旧官服的 您 您认错人了 没错 认错人了 大人 里边请 我认识你 大人 我不认识您 您瞧错人了吧 瞧错人 没错 在西子客栈 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五十两个银子 当众卖一百五十两个银子 不是你是谁 大人 您看错人了 咱们素不相识 我这也是没错的 大人 您认错人了 您瞧那里有条鱼 我不用瞧鱼 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 这位 卑职 财旗之造 刘庸 拜见大人 谢谢大人 大人请 请 刘大人不愧是从京城而来的 穿得如此风光 孙大人 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 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 孙大人的新章城 一定是智智甚少 大人 卑职虽是前天到省 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城 卑职还是知道的 卑职何敢故为禁令 只是这旧官府 不但找不到 就是找到了卑职 卑职也是买它不起 大人 何出此言 大人 自从您在官厅之上贴上了手玉 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 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 顾衣服的旧官服 比起那新衣服 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 甚至是三倍大人 刘大人 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是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不 卑职这套官服是多年以前做得的 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 卑职深知物理艰难 所以十分的爱惜 呃 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 您看看 还像新的一样啊 呃 朱子家信上有一句话 一丝一缕 当思来之不易 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鸣来对待的 刘大人 既然知道浙江新章城 就该买一套旧官服 来见巡服大人 对 古人云 乘匪马以轻求 以朋友共赏之而无 何况是旧的呢 哎呀 大人明见 大人明见 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 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 回到家中 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 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 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 就是欺瞒孙大人 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 受孙大人的惩处 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除 没告诉我 真的 忠释 回来了 trl foot 回来了 收货不小了 收了40多套 是 这山东可真是个穷的 我都不说 这太多了 我告诉你 你们猜 打算你们猜不出来 每套只花了我二粮 只花了二粮 你们回来的正好 我们手头也没货了 这一套就能赚一百两 四十套 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 真是 孙大人 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 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 我说诸位大人 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 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 我去了 刘大人 刘大人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 这不都穿在我身上 我说刘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回来啊刘大人 刘大人 我先走 来来来 等 什么事大人 别走 又是你们俩 大人 大人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 卖给我一套 一百两一套 手一个子 您也别买 一百两一套 一百两 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 你是二两一套收的 怎么卖我一百两一套 老爷 这衣服是我的 钱的您偷我愿意卖 您是愿意买 咱们就算成交了 老爷 不能还家 不 还不还家 不还家 不能还 什么人在此心 老王 小人回来了 大人 他是您的人 什么回来回去的 你滚出去 老爷 小人知道您的吩咐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 你是哪个老爷 老爷 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的 老爷 你这是循台府 是 这里解释成了谷布 是 他是外人 这下什么话 老爷 来 老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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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你们看 真是人怕出名 猪怕壮 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救 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 真是你可 刘大人 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他愿意出一万两黄金 资助浙江农民重商养残 仿司直播 三年以后 只要我们给他私仇就死了 皇上派您来任前堂的自制造 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杨商人 你一定要把那一万两黄金搞到手 明白了 大人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古以后 待会儿 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 今儿是本省的元妻 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私仇官员 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柳先生 你向哪儿走到 请 查理先生请 好 谢谢 起轿 猜人呢? 有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 回禀大人 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代烟的工作 那我先休息一下 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是 请 查理先生 这就是本省的行源 请 请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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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